什么 你递了什么 辞职信 天哪 大姐 我这辛辛苦苦工作了一天 可就吃了半碗面 兜风兜了半肚子吐 如今又听到你这个消息 天哪 这什么日子呀 梦初夏 你是不是辞职辞上瘾了 工作难找 但每次都找得到 所以你傲娇了是不是 梦初夏 梦初夏 沈安这个人愿意暗中帮助你 你说明这人还算上阳重承诺 你就说真谢谢 然后好好地干 分天过节的时候 我给他买点点心 给点水果去看看他 不就得了吗 就是啊 若南的去世 跟我有很大的关系 现在又让我去接受 他未婚妇的照顾 甚至 我生活的各个方面 都笼罩在他的照顾之下 这种日子我过不了 我过不去心里那刀坎 我送你两个字 矫情 如果若南在这儿 也会跟我们一样地这么骂你 那 我是不是应该多做一点 气你们的事 说不定哪天 若南实在看不下去 就回来了呢 行 是我用不可刁业的 我回家了 生土难受 对 不用替我担心 工作还能再找 这世界上 不是所有事情 都跟沈安有关系的 行 等你找不着工作的时候 再找我哭 拜拜 你最快乐的事是什么 他问的是你不是我 我的糊涂呢 啥巴你 我最快乐的事是什么 最快乐的是 初夏 你还记得前一段时间 咱们在二棚的店里喝红酒吗 你是说 飞飞跟我当时的上次分手那天 我记得那天晚上的月亮 特别大 特别圆 风也特别地舒服 咱们就坐在露天的位子上 喝红酒 吃小菜 然后听飞飞讲她那些惊世骇俗的分手故事 笑得乱七八糟的 那个时候 我就想到一个词 叫 岁月静好 岁月静好 梦想 你洗完作业自己先睡 蛮有事 晚点回去 好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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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 咱们 徐 咱们 得 咱们 语 咱们 这 咱们 语 咱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好啦 不过还挺过瘾的 没吃过是吧 想不到开高档餐厅的沈大公子 居然没吃过这么销魂的小吃 真是没口福啊 崔老板来过电话了 说你又辞职了 想一想可能我的行为真的有问题 明明是要照顾你 可又一次让你没了工作 这些都是我自己的选择 你不用太内疚 若南 你都看见了啊 我就是假装客气一下 她倒好意思大方地接受 若南 她派人跟踪我 这不是你本意吧 可惜若南不能讲话 不然的话肯定站在我这边 那可不一定 我也是她很好的朋友 不对 你是若南的未婚夫 我的婚姻是个什么性质 我相信若南应该跟你说过吧 所以用朋友这个词 反而更温暖 你知道吗 这段时间以来 我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相信 若南叹醒离开了 她是那么美好 那么善良 放在任何一个故事里面 都应该是女主人公 可是故事就这么 砰 的一下就断了 我理解不了 我理解不了 如果非要有人结束 也应该是像我这样的人 像我这种 陪在白雪公主身边的小婉人 人数很多 少一个两个 没有人会知道 也没有人会在意 可 为什么会是若南呢 也许是上天不忍心 你也知道 她第二天就要跟我订婚了 我好像是个 不会带给女人好运的人 说实话 你跟那个把你爱情带走的女人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若南这个也跟你说过 好像说过 没事 隐私问题不用回答也行 来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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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